當年其實Ellen和我都在一個政府委任的委任 委任委任是第一個政府成立如何推動香港的創意產業 後來我們就叫做Creative Industries 一個委員會 當年其實Ellen是代表設計界 我就是學術界 另外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界別 例如電影 電影好像是陳家常 電視就是陳志雲 電影好像是誰 徐克的太太 施藍生 當年是有這樣的委員會 我們大家坐在一起 brainstorm如何推動香港創意產業 後來我們就 我是學界 我們就做學術研究 做了一個叫做 香港創意產業的基線研究 Based Science Study on Hong Kong's Creative Industries 這個研究其實如果是CCI的同學 你們都一定會 認識的了 因為在我們的課程中要大家去看 設計的部分其實有很多的進入 我們都是 Consult,Ellen和其他業界朋友 所以大家知道 為甚麼呢 今天我們要請Ellen來跟大家分享 當年她在代表設計界 今天她也在香港的設計界 其實是佔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大家其實看到 介紹她的poster 裡面有很多的 就是她拿過的獎 她曾經在那裡服務做事 其實她的履歷是非常之豐富 非常之良麗 現在過去應該也有過去幾年 Ellen的工作室就在深圳 12年 12年 所以大家知道其實這個 港深這兩個地方的互動 在我們創意產業這部分 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也跟Ellen剛才說 其實我們一早就想著 其實沒有疫情之前 我們本來就已經想著 組織一個study tour 就是帶同學去深圳 因為前兩年 我們帶同學去台灣 他們每個人都很開心 看到台灣那些產業那些 就是發展 本來我們帶去深圳 但是後來就疫情 所以我們說 如果我們將來 通關之後 我們第一個要 organize study tour 就是帶大家到深圳 看看深圳 加上前海等等 就是那個發展 在藝術設計 尤其是新科技的結合 深圳現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地 香港跟深圳這麼近 有很多東西其實我們是互利互惠 今天Ellen 我還沒有說 Ellen其實現在的身份 除了說是今天來做我們一個 guest speaker 其實我們這個program 藝術設計是 我們早期設計成立 要通過這個學術評審 Ellen是我們那個 accreditation panel的一個成員 所以呢 現在這個program 終於可以出現 Ellen其實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 助產 可以說助產時 就是他幫我們 幫我們 怎樣將這個program 彈生出來 所以呢 就 在今天有機會請你來跟同學 現在今年是我們第二屆 所以是一個非常之有意義的一個邀請 所以呢 我們非常之期待他跟我們分享他 在他的設計師的工作 和他的生涯裡面 有一個叫做環球設計夢 好 那以下時間呢 我就請Ellen跟我們分享他的心得 好 多謝 好 多謝許教授 好開心 I will speak in Cantonese sorry for the English colleagues and I hope you can actually read my picture and read my mind so we can communicate so we can communicate 那麼呢 今天我就要用廣東話跟大家分享 比較方便一點 那麼呢 就 剛剛就很感謝許教授 說了我們之間的一些歷史背景 最早期我認識許教授的時候 她是在HKU 剛剛我已經說了 非常之有機會開這個文化局的一個領導 因為政府已經看中了她 不過時間過了很久 20年了 那麼這個政府也都 就是整個發展都已經是 就是有改變了 人都已經更換了 那麼 那麽呢 就很開心可以 後來可以見到許教授呢 就開這個 art and design的課程 在這個恆生大學這裏 那麽呢 我當時也都很榮幸可以被邀請 去幫你們這個課程 就是剛才說的推波助瀾 說給政府聽 說給那個accreditation panel聽 這裏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非常好的地方 很適合開這個art and design 那也都很開心到最後呢 這個art and design的program 是開得成 那大家有機會就可以在這裏 好好的學習 那這個就是那個小小的背景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是一個我夢想來的 那我經常都說 就是設計師是需要夢想 其實做人都需要夢想 我沒有夢想 就怎樣去發展呢 那設計師更加需要夢想 因為如果沒有夢想 那就沒有辦法可以去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因為設計師的每一個設計 都是由一張白紙開始的 等於你們做的project 或者work都一樣 是由一張白紙開始 要不然你沒有說 就是在電腦那裏抄一些東西出來 就可以搞定 不可能的 這樣也不屬於你的作品 那所以呢 我們經常都是說需要有夢想 那為什麼會叫做 就是global design dream 就是環球夢呢 就是因為我裡面有四個夢 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發生 所以我就這樣去分析 簡單地介紹一下自己 你可以叫我做Alan 簡單地講一講 剛剛許教授都已經說了 已經有poster說了我的背景 那在講我自己的背景之前 我想我們看一條片 這條片也是一個歷史的一個片段 這個片段對於香港的創造工業發展也是重要的 那我就把車子放進去 好嗎? 在哪裏? 咦?剛才那個不可以的 明白 這個嗎? 這條片是2003年推出 當年的科技主要是VCD 所以這個就是VCD的resolution 是比較上蒙的 好嗎? 好嗎? 好, 走 不如頭都弄得很重 癲癲神神 給你們看看吧 這班不是槍 在香港人設計風統 根據人體工程學可以自由地旋轉 即使出去頭都不用提起手 這個原創設計得到國際的專利權 最後還被美國一間名牌公司看中了簽約 發洩在香港輸出超過一百萬部這些風統 中小學來說是比較混沌 不知道在做什麼 成績是偏低 職波方面就有些學習障礙 我經常都會發白夢 小時候開始都已經有時候 很久不久在這裡 呆錯了在這裡 就把一些人覺得沒用的東西 化腐朽為神奇 譬如一個普通的三文字合 加一個浪漫元素 令它更加有色彩 最重要一點就是 好玩 有特色 在讀書的時候 我恩師就跟我說了第一句說話 產品設計師的使命就是改善人類的生活質素 香港百多萬個家庭 每天使用的煤氣爐 從沒有一個是由香港人自己設計 而是由香港人自己設計師合作 以前來說我們是和外國的設計師合作 但我們發覺到現在實際上 香港的設計師的水平也非常之高 他們已經達到世界的水平 所以我們更加希望今次 就由本地的設計師 配合公司裡面的設計隊伍 合作做一個百分之百 香港品牌的一個產品出來 是 這個感覺就非常大件 而且好像很工業化 另外這個按鈕 手感來說 可以再改善一下 由一個喜歡發白有夢的弟弟哥 到成為第一個獲煤氣公司邀請 做產品設計的日本地僵 葉智榮繞了一個大圈 十六年前 他還住在葵聰公屋 讀理工設計學院 因為一張照片 他得到第一份工作 當年他去烏斗設計集作 被英國著名設計雜誌刊登出來 菲利普的老闆就是這樣看中他 請了他去荷蘭做設計師 不過葉智榮一直都不服氣 有創意的香港人不少 不知為何香港政府和大企業 都很少起用本地的設計師 設計師幫到香港工業 這是我十三年前 在外國回來的其中一個心願 如果你家裡的果仍是猛 你不要放太多 當你有很多舊的時候 你也留意一下 你夠不夠入 對於一個爐具 如果再重新設計過 尤其是在中式煮食方面 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你可以給一些意見 最重要就是可以固定鑊 因為鑊是原底的 有時候炒菜炒得大力 它就浪來浪去 所以也要用手去固定它 一固定的時候就亂了龍蠟 我又不是那麼厲害 煤氣公司賣開的主食爐 都是外國人設計 他們習慣用平底鑊 設計沒有考慮到中式鑊是原底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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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問題就是 毛度要改變 開始浪漫了 變成可能會 去到那個時候 就只有兩隻腳 接觸到那個鑊底 我們可以嘗試去研究一下 用單數的腳 不用雙數的腳 變成呢 最低限度都會有三隻腳 接觸到那個鑊底 那就會比較上 可能會穩陣一些 在清潔方面 浪那個爐架的那一點 有一個長方形的位置 比較上難清理一些 可能我們會研究一下 用另一個處理手法 可能不是用長方形 可能用滴水形狀 或者一個 嵌嵌的圓形 可能會比較容易處理清潔問題 儘量遠些 要一次過解決市面上爐具的問題 外形上又要膚持待感 兼與別不同 要吸引用家購買 葉智榮可以怎樣著手呢 創意的秘訣 就真的沒有公式 雖然沒有公式 但即使是一塊平平無奇的磚 葉智榮也會過目不忘 做一個比喻就是 我會久不久 就會啟動我的攪拌機 把我這些材料 扔進攪拌機 至於攪拌機何時啟動呢 可能在洗澡 可能在開車 任何一個時刻都不同 結果 攪拌機點食成金 兩元買回來的磚 加上不鏽� 加上不鏽鋼 設計成文具 以三十多倍價錢 賣出超過十萬個 還為葉智榮 Alan Yeap這個品牌 賺到第一桶金 但是創業 未必每次都成金 好像這個空氣過濾器的設計 他找不到廠家願意生產 不知道這次煤氣爐的設計 又會否順利過關呢 這次煤氣爐的顏色 是否都是這樣的 片頭比較深 之前就說四面是一個級別 是 現在就改了 改了 這次壓力很大 因為通常一間這麼大的機構 裡面可以決策的人員 可能組成部分很多 這次很有機會 是十二師會審的 希望可以用我最大的能力 令到他們各個部門的主管 都會滿意我這個設計 葉智榮將六甲設計成八字型 這種樓線型設計 容易一會就乾淨 另外 又突出新品牌的第一個英文字母S 配合手指撻火的動作 設計成S型的開關鍵 一個鍵 左手開也可以 右手開也可以 設計意念 獲得煤氣公司通過之後 就送去日本生產樣板 等了三個月 第一個由香港人設計的煮食爐 終於新鮮出爐了 今早來的時候都很擔心 好像兒子出生一樣 一看到這個爐 我想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出來的效果也很接近我的原意 S型製效果不錯 我想這個 他們試過和我自己看下去的觀感上 都很接近 我看下眼睛的感覺 就是 有一個跟傳統完全不同的觀感 這樣才能突顯到一個香港的創新設計 給客人 這個等於將日本 這個產品第一年來講 我們已經打算做一萬隻 拿去日本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製造這個產品的時候 發覺到日本方面它的廠家很有興趣和我們一起合作 這個我們覺得就是說 不僅這個產品 適合到香港市場的需要 而且它將來有很大的潛力 譬如在日本 或者我們現在公司來講 在大陸開發的市場 都有很大的商機 生蛋麵 嘩 這麼熱怎麼吃啊 導演又琴琴青這樣 其實香港有很多這樣的設計人才 那些廠家總是喜歡用外國設計師 如果今次每個公司肯破格用香港設計師 肯定有些新局面 喂 喂 有什麼新想法啊 可不可以 啊 剛才最後那時候林敏聰說 就說希望媒體公司會 會採納香港人的設計 那其實這個設計呢 是在2003年已經推出了 那就是香港買了十幾年 就是一個產品 如果買了十幾年呢 其實就是相當之不簡單的 那當然也都是 就是其中一個助力呢 就是生產地就是日本的林內 在日本生產的 那變成呢 就 也都有今時今日 加十幾年之後 還有朋友是用著這個爐的 那所以呢 就是一個設計 如果可以加上好的品質呢 那就是可以做很久很久 那這個也是我們做設計師的其中一個夢想 好 那就分享了這個 這個短片 這個短片就是香港電台電視部 拍的一個創意工業有關的紀錄片 剛剛許教授也說過 就是當年香港是大力推動創意工業的 那簡單講一下這個講座的內容 那首先我會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那進入一個主題就是我的設計夢 那有四個設計夢的 之後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我 我過去那幾十年 那幾多十年呢 就稍後就告訴你 一些實際的 就是內地叫實操 就是說 就是我的作品 是的 的案例 接著呢 就會講一下新的發展 就是說 譬如疫情之間 那我那些什麼 milestone 是跟這個藝術有關的呢 我是設計師 那可以做什麼藝術有關的事情呢 那最後就一個簡單總結 那我就 我是香港設計商會的創辦人 那這個會呢 就也都是 主要是幫香港的設計師 是在內地做這個推廣推動的 那也都已經是 就是多謝香港政府 就資助了我們 有幾次的活動 接下來有一次 本來應該是下個月 就會舉行的 在港交會的展覽 就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再加上呢 就是港交會的展期縮短了 所以我們延期到明年才進行 這個展覽的 那麼簡單地 就是 就是點提回那個背景 就 35年 剛才我已經跟這個 其中一個同事呢 就說過 我說35年 不是我的年紀 35年呢 是我做了35年的經驗 今天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大概理解一下 就是計一計算 不用按計算 都知道我其實就肯定 不是年輕的了 已經 那麼 我是 其中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在美國 青蛙 加州的 他們的Studio 做過我的實習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荷蘭菲尼普 那 我90年就回來香港創立自己的公司 那 我有一個品牌叫Ellen Yip 現在在設計廊有產品賣的 待會我跟大家詳細分享 那 產品設計一定是過千件的了 那 獎項方面 有德國的紅點 IF設計局三大獎項都有獲得過 那 最新獲得的就是美國妙師的這個 比賽的一個獎 一會兒就詳細跟大家分享 用什麼產品去獲得獎 那 美國的CES展覽獎 德國的CESD獎等等 那 內地的獎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內地有什麼獎 內地有一個叫創新設計 紅星獎是最高的一個獎 那 接著 深圳環球設計大獎 這個要介紹給大家 這個是最高獎金的比賽 OK 待會跟大家再告訴大家 有多少獎金 接著 我是 香港的十大設計師 結出設計師 工業獎 香港設計師協會獎 未回歸以前的總督設計獎等等 都拿過 因為 我年資的確是這麼長 所以 與時並進 就是 跟歷史一起向前進 那 最高的獎項 就是在行政長官府邸 拿了一個獎座 一個獎狀 就是行政長官服務獎狀 那 我是十大傑青 那 也都是理大 以及職業訓練局的結出校友 那 就是中國的 就有一個華人的藝術成就獎 還有 深圳十大創意人物獎 這個稍後再講了 為什麼我獲得這個獎 那其他社會服務呢 就 數不升數了 總之就是 有 就有時間 有能力的就做了 這樣 花得最多時間就是 剛才所說的 2002到2004都已經 二十幾年前了 就是香港設計師協會的主席 那現在就做回我自己的創辦會的主席 那 就 教育方面一會再詳細講 那就包括 就是英國UCA的一個 master program 那我現在是理大的客座講師 因為我香港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就 就可以回武校那裏幫忙 那我真正的教學就是 南方科技大學 就是在深圳的 這個是全中國No.5的科技大學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一個機會 那 為什麼我 為什麼有機會做教授呢 就是因為成都大學和西華大學 都分別頒了這裡 客座教授的證書給我 那其他的就是一些 台灣啊 內地啊 和韓國的一些教學活動 那 那 詳細的教學呢 就剛才講到洪山資本 那 香港就 現在很流行start up 那 洪山資本就是 他們一個非常之出名的 美國的一個capital 那 他就開創了 這個HKX的投資基金 那 這個就是 我作為一個mentor 就幫裡面那些創新團隊 去發展他們的產品 那 那 這裡有五間公司呢 我也有幫過他們 有部分公司 我是有股份的 那 變成了 就是作為一個導師呢 這個也是很好的一個 叫做 回報 叫做 這個呢 就是在疫情之前 就被韓國 國家邀請 就去了 這個 韓國設計推廣中心那裏做一個導師 那他這個是一個international program來的 全球有一百個精英學生 就有十幾個國際的導師去那裏 就帶一些團隊 那就有機會再跟他分享 這個詳細的內容 那 那就加起來就很多人了 那 全部都是韓國給錢的 那 就包了酒 包食宿 包飛機票 哇 那些學生啊 真是很高的榮譽 那 那就在2000年呢 我都有被邀請做Menta 那就因為疫情的原因 我就是線上做這個Menta 我帶來 Team 8 第八隊 那 那就 大家可能見到 那旁邊有些徽章 越來越多 一直都有的就是 其實這些是我 我待會我會講的一個 就是 我這段時間裡面 疫情之間 就發展了一個網上的課程平台的 一些 的 一些點絕來的 就是講了兩點 那 這個2020年的program 我們那個題目就是 做這個可持續性的發展 就是口罩方面 就是怎樣去處理 因為我們每天都用口罩 那口罩 就不可以當廢物扔的 其實這樣扔法 因為口罩是膠來的 現在對於這個環保 非常不理想 所以我們的團隊就做了這個主題 那就 大學方面 剛剛說了 就在成都大學 還有這個 就是班寿證書 還有這個 同志 他叫我同志 非常重要的 就做了幾個program 幫他們 就是 飛去幫他們 就是做我講 就是可能一段時間 這樣 不是很長時間的 長時間我都去不了 那就西華大學 那是 學校的 書記 就頒 這個 就是 證書給我 19年的 內地的學校 非常龐大的 隨便一間大學 都有超過4萬的學生 你可以 比較香港的學校 你就知道 學生的力量 是非常有多大 是隨便一間校 裡面的人力 人才 相當之多 教的老師 也是非常忙的 他們那些課上到9點的晚上 真正的教學生涯 就從南方科技大開始 很有機緣 就有一次演講 接著他們就提議 不如我去幫他們 教一個program 這個program 就是一個季節 有32個課士 有16課 我每一個星期 就會去教一課 幸好 剛才許教授也說了 我的公司在深圳 變成 由我公司去南方科技大學 因為大家都在南山區附近 就是邊緣 現在其實只需要 20分鐘就可以搭的士去到 所以我 早上回公司 上完班 我才下午去教這一課 很開心 可以 從18年開始 一直教 教了五個季節 一共三年 其中有兩個季節 還有一個 學校安排的 國際部 南方科技大學 和這個 新加坡國樂大學 做合辦課程 有十幾個新加坡學生 就會去南方科技大學 上課 不上課 主要上課 是上我這課 剩下的時間 他們會去做internship 就是在深圳找工作 安排了工 讓他們去做實習 這個是相當好的program 學生的水平都很高 去年 今年年頭 幫這個HKMA 他們有一個 master program 幫他們做了這個program 的教授 這個program 就是來自 University for the Creative Arts 英國的一個藝術大學 都是線上的這個課 學生全部都是業界的一些管理層 或者設計的部門主管 都水平很高 很難得 可能他們年紀都不小 就是senior student 年紀都不小 但是他們都是 很有心去攻讀這個部分 有些是政府的公務員 有些是海洋公園的高級的僱員 也有 剛才說了理大 有機會回理大去做一個課程 就是幫他們去教 現在都是幫他們看一些start up program 那些學生可能有些項目 政府呢 民政事務局呢 是有一個program 接下來會 是一個比賽來的 入選的隊伍 每一隊有60萬 我正在幫其中一隊 希望他們可以贏到之後 就會開創他們的事業 因為我本身是做這些商業創意的 所以就幫他們了 那我剛才說了就是 這個經過三十幾年 再加上疫情的原因 我覺得可以將我的一些智慧 或者一些經驗 就通過一個線上 因為什麼都線上 現在就跟這個年輕人分享 所以就在騰訊課堂上面 就有我的program 有不同的課堂 那接下來我就會講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我的夢了 第一個夢就是青春夢 我和你們一樣 從小時候開始 那你見到這張照片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照片 這個照片是理工大學的照片 很幸運 可以當年加入了理工大學 我是理工大學工業設計系 第一屆的畢業生 即是香港歷史裡面 香港的設計系的Degree畢業生 我是第一屆 就是1987年畢業 所以你看到當年 那個是我來的 就是做得太辛苦了 很瘦 所以 當年也有很多外國的老師 主要來自英國的 這個也是英國的老師 那外國的老師其實比較懶 為什麼呢 這張照片是來拍的 整張室內的輪椅是我自己設計 我自己設計 我自己設計出來的 就是彎館 燒刊 不鏽鋼 車床 全部都是我自己設計的 因為我中學 是讀現在可能很少人讀的工業學院 所以我的手作能力 就是不是超強 都是強的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知道 這個DSE所謂的會考 有一科叫Design Technology的D&T 我是拿A的 有一科叫工業繪圖 就是Drafting Technical Drawing 我也是拿A的 不過可惜這兩個A入不了理 但是我後來讀完VTC的文憑課程 我才很幸運可以入理工 所以你看到當年1987年 30多年前的理工 是非常之 這個Workshop是英國的模特兒 是全部的機器 整個設計都是英國的系統搬過來 我們有很多很多手作機會 我們是同一間Workshop是睡覺的 就是做完設計 就去Workshop那裡做事 就是斜床、屁床、朋友 所有事情都是自己搞定的 當然有Technician幫忙 老師就很少出現 我很幸運 當年的大學是讀三年 是英式的制度 現在是四年 三年裡面 第二年 我終於獲得獎學金 就叫Pauline Chan Design Foundation的獎學金 有三個同學可以去美國 學校安排 我是其中一個 是被這間公司選到 因為三間不同公司 就被這間叫Frog Design的公司選了 中文叫青蛙設計 我們的老闆就是Hatmerd Eslinger 是一個德國人 這張照片是歷史照片 我剛剛到達加州 Parao Alto這個地方 就開始上班 一看到這輛車 就立刻跳上去拍照 是自拍照 不是現在這麼簡單 自拍以前是用傻瓜機 飛臨拍的 因為公司 是世界頂級的設計公司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工業設計公司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的客戶除了日本、Sony、Yamaha、Canon之外 我們其中一個最大的客戶 這個客戶到今時今日 都是這麼強勁的 就是蘋果 當年我們最大的客戶就是蘋果 在這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旁邊也有一個章說了 就是國際商標和知識產權 我有專題課說這部分 當年我們服務的蘋果 是左邊那個彩色蘋果 而今天你們大家用的手機 是右邊這個單色蘋果 中間Apple那個字 大家都可能很少見過 很少出現 但當年出現了很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我們服務蘋果 公司的名字叫做Apple Computer 現在你們認識的蘋果公司 公司的名字叫做Apple 所以這個在歷史上是非常重大的意義 大家認識的 在蘋果的老闆Steve Jobs 這個僑部師 他的自傳就是右邊的僑部師 但是我們當年服務的 僑部師 是左邊那個帥哥 是同一個人來的 只是他年輕的時候 只是這個意思而已 你認識這個帥哥 因為你很少見到他 很有型的 可以被譽為這個創意界的神 他就算離開這個世界 仍然對這個世界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你就知道他是神 這部機器 叫做Laser Writer 這個Laser Writer 不是我設計的 因為我當時是學生 但是這部Laser Writer 需要一個人去畫一張圖 這張圖叫做赤寸圖 當年還沒有那種電腦很流行的 就需要人在一張圖桌上 Drafting table上畫出來 當我們的經理設計好之後 他就交給我 我作為學徒 我就畫這張尺寸圖出來 譬如旁邊的LED 那些Groove 多深 LED離開多遠 這些全部都需要一個人 去畫完這張尺寸圖 之後交給蘋果公司的Engineer 他們才開始做Engineering 這部機器怎麼做出來 那所以呢 這張Dimensional Drawing 或者Control Drawing 就是我畫的 很開心 作為年輕人 就已經可以接觸設計蘋果的產品 有一套電影給大家 是非常值得看的 這套電影就叫做Jobs 有兩套關於蘋果的電影 這一套是很值得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的主角很像Steve Jobs 第二 裡面就有講到關於設計 很少戲是會接觸 講關於Industrial Design 即是產品設計師 裡面是有講到其中蘋果裡面一個 到今時今日都仍然很有影響力的 就是Jonathan Ive 他就是蘋果的設計總監 他裡面有一個角色 是講Steve Jobs 和Jonathan Ive之間的互動 有這個場景的 那他在設計什麼呢 大家看一套電影就會知道 這套電影我是不斷翻看的 裡面說的話 應該是挺真實的 因為Steve Jobs 他死得早 所以他身邊的人應該還沒死的 所以他可以回覆說的話 應該是挺真實的 非常之推介給大家 這個是我當年在青蛙刺激公司的一個片段 他們都是不同的人種 比如右邊這個是墨西哥人 他是專門是負責做電腦的軟件控制的 當時的電腦軟件是需要放在一間房間裡 一部機是需要半間房間這麼大才能放下 跟現在當然是手機都這麼厲害 所以年代是不同了 中間一個是我們的Manager 就是Design Manager 他是英國人來的 我們的客戶除了這個蘋果之外 還有譬如是當年非常有影響的公司 就是菲林 柯達菲林 大家要查歷史 因為當這個世界還沒有數碼相機之前 唯一是唯一 你要拍照是唯一可以用的就是菲林 並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拍照的 所以可以說 就是全世界的市場被它紅霸了 另外還有富士、日本、意大利、Alpha 這些公司 但是紅霸全世界的就是 柯達菲林 他們也有出傻瓜機的 這部機的廣告出來的 這張圖的尺寸圖都是我畫的 譬如Codec的標誌 就是在產品上應用了一個粒的位置 而是粒多少呢 我都要負責去標示出來 這個Codec的標誌 在我們的課堂裡面也有提到 就是說 它怎樣可以為了這個產品 作為推廣之外 作為一個 這個VI之外 還可以產生一個功能 就是產生Grip 這個Grip 這個Grip 就是令到你的相機拍照的時候 沒有那麼滑手 這個就是 VI 就是平面與這個產品之間的配合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這部車不是我的 這部車就是我人生第一次 坐保時捷的機會 1986年 這部車就是一個保時捷930 911的這個Model 那為什麼會拍這部車呢 當然是 我很開心可以坐到這部車 第二就是 這個人就是我們公司 他是德國人來的 叫Herbie 他是我們公司模型部 就是Model Shop的主管 不是設計師 那當時呢 就是在Silicon Valley 因為我們是Silicon Valley 在龜谷裏面 就搶人搶得很厲害 那就被人挖角 叫他走了 那公司唯一挽留他 就買一部保時捷給他 那你就知道公司幾有錢 剛剛說回來 就是公司有錢 其中的需要有客戶 有很好的訂單 當然最厲害的就是蘋果這個客戶 因為他的確出得起錢 他們偉大 是無可否認 但是他們出手闊爪 也都是難以抗拒 為什麼呢 我們公司 是跟他們簽了五年的合同 是做一個叫Design Bible 這個Bible 你設計所有蘋果的產品 都可以按照這個Bible 跟著做就沒有錯了 這個動作 包括我們幫他做的設計 產品設計 每一年 Retain a contract 什麼叫Retain a contract 就是說 你就算不用我服務 你也要埋單給這麼多錢 是全世界很少客戶 是能夠有這樣的 空襟做到這件事 我們當年1986年 甚至再之前那五年 每年的設計費 是300萬美金 你可以想到 你可以運算一下 300萬美金 在當年對比現在是多少錢 是天文數字 所以我們公司的錢 多到花不花 最搞笑的是 我去到公司 我們學校對公司的要求 就是700元美金一個月 700元美金人工 這個Heartman Eislinger 就是我的老闆 就見到我了 從香港來 你們學校要求 拿700元 太便宜了 我給不到這麼少 我給你一千元 開心得不得了 因為當年的一千元美金 是很多錢的 就算我打工 都沒有七千元 可能只不過是五千元 所以非常開心 好了 接著我們說下一個 就是World Dream 設計 國際夢 剛才你不是說 你已經去了外國 那為什麼還要說 World Dream 剛才那份不是正式的工 剛才那份是一個實習 是我的internship 真正式的工 就是很感謝我的再生父母 就是 菲利普 這個真正是很多我們員工的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公司 1988年 這份是我人生第一份工 我們的部門主管就是Robert Blake 是美國人來的 那原因呢 剛才那條片都說過了 就是我設計了一個功課 大家都是學生 我和你都是學生 我當年都是學生 我當學生 我就做了一個功課 這個功課是一個唐斗 是理工所有的畢業生 都會做的一個普通功課 不是畢業作品 不是final project 是最後一年的其中一個功課 這個功課就是做一個家電 英國的設計系統裡面 全部學生都會做設計家電的 那你就選擇 我選了一個唐斗來做 有些人可能做炸汁機 有些人做水壺 我選了一個唐斗 右邊這個唐斗就是我設計的 1987年 我畢業過一年的一個作品 學生作品 可能覺得學生的作品都是很普通 沒有用 但是我這個學生作品就非常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的一本叫Design Magazine 設計雜誌 全世界的老闆 設計界高層 都是設計師 學生都是看雜誌 紙媒 是唯一的渠道 所有老闆都看這本雜誌 1987年這一期的正面 右邊是這本雜誌的背面 下面只寫了一句說話 Ellen Yip 葉智榮在理大畢業 現在在尋找生產商 for這個唐斗 就是這麼簡單 我經常說 一個好的作品 是不需要多說的 他自己會賣 他自己的 設計會推銷 所以我這個學生作品就很厲害了 因為荷蘭菲利普的總裁見到 然後寫 京星亞波分部寫一封信給我 我封信寫著菲利普的 Philips的信是在理工那裡收的 問我有什麼興趣去見工 所以我就飛了 第一份工我就飛了去 1988年就拿了一些Visa的東西 飛了去荷蘭菲利普的總部 Einhoven這個地方上班 做設計師 我當年只是一個學生 但是公司真的代我不博 為什麼呢? 他給了一個 International的 這個 海外員工 的contract我 海外僱員 那麼海外僱員 是公司來說 是非常之高的 比本土的員工更加高的 是一個薪水和待遇 其中一個待遇 就是告訴你 我去 他包我的貨櫃 運輸我所有東西去 兩年之後就不做了 我決定不做 公司是用貨櫃運輸我所有東西回來 如果我有部車 他也會幫我運輸 這個就是 當年的交易 荷蘭的交易 就是說 非常之有口恥 當然公司很有錢 當年 還有 最後 我去荷蘭 回香港 中間就有一個home trip 就是說我可以回香港度假 每兩年有一個 所有飛機票都是business class 我當年只是24歲 我都不知道什麼是business class 開心得不得了 原來business class這麼好招呼的 沒得頂 很開心 所以這就是菲利普的帶給我的東西 左邊這張圖就是 我上任菲利普的時候 後面就是我們的總部 為什麼頭剪成這樣呢 因為我在荷蘭不知道在哪裡找人幫我剪法 我自己帶一個電剪去 等那個銅屋主回來 等鬼那麼久 我自己嘗試一剪 就已經全部掉下來 最後變成一個火柴頭 當年的情況就是這樣 右邊呢 我已經準備離開飛機店了 公司代我不博 給了一個fairway party給我 中間這個是我direct boss 發育加拿大人 我跟他之間合作得很好 他跟其他人合作得很差 因為他很喜歡說髒話 因為英國的年青人 有很多年青人 就頂不上說髒話 就跟他鬥鬧 所以他們合作不了 但是我們中國人 可能有一些太極的文化 我們先被其風 他罵我我就先不理他 等一下再跟他說 他下一道戲 再跟他說他就OK了 所以他合作得非常好 這就是我們當年的studio 菲利普總部 我作為一個年輕人進去 我是很勤力的 為什麼呢 因為設計是我的夢想 我不是來托人工這麼簡單 我還要追尋我的設計夢 所以通常手板不用自己做 但是我都會自己做 樓下有一個小workshop 外面其他complex 很大的城這麼大 有其他地方是專門做模型的 這個是菲利普的工作坊 你看到人種很多 因為當年是大換血 歐洲、英國、美洲、亞洲 都請很多設計專才去 全部年輕人 所以可以參加到這個工作坊 大家就很開心 因為不用上班 可以去個酒店 但是不可以check out 為什麼呢 就是你要做事 你可以任食 公司提供的 但是你一定要交功課 最後呢 經理都坐在這裡 那些product manager 你就要present你的work 告訴你你做了什麼 就是各個設計師要表現自己的時候 那我就 我是港英年代訓練出來的學生 英文呢 就一般 說的是極差 但是呢 因為我去過美國 這樣就迫到我一定要講 所以去了荷蘭之後呢 就可以講得到 再要好幸運 荷蘭菲利普的設計部的官方語言是英文 已經很幸運了 可以講英文 為什麼呢 荷蘭的其他匹利普的部門 是要講荷蘭話的 你不懂荷蘭話 你怎麼做事 所以你要再努力去學好荷蘭話 才可以做好你的工作 要不然你怎麼上班呢 但是荷蘭話是極度難學的 因為荷蘭話 跟德國的德文是同一個語系 說話要用喉嚨的 整天都好像搞得喉嚨痛 所以我也學得不好 好了 荷蘭的生活呢 就很清苦的 荷蘭人就算有車 他都會踩單車的 荷蘭就被譽為單車國 用很多單車的 所以我們上下班都是踩單車 再加上 小弟出身比較清貧 所以有這樣的機會工作 我都盡量去省些錢 公司很好 公司就送了一部單車給我 是荷蘭單車來的 雖然我們生活很清貧 但是 我們去看展覽會是坐私人飛機的 大家可以留意這張圖 這張圖上面的玻璃窗是圓形的 你搭民航機的窗是方形的 只有私人飛機才是圓形的 所以到今時今日 我都是唯一一次搭私人飛機 之後沒有搭過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著我老闆 我老闆立即夠高 就可以坐菲利普的私人飛機 去米蘭看展覽 米蘭加巨展 先分享一些我的作品 三十多年前的作品 在菲利普裏做設計師的作品 大家可以看一看 過了三十多年之後 你覺得如何? 好不好? 這一套就是有手式概念的遙控器 各種物料我都可以用 公司有一個部門 每天都會找到最新的材料給我們用 我看對了就可以叫它訂 接著我就會 公司批准了 就可以找手板部幫我做 裡面金也可以 沒所謂的 公司有很多錢嘛 當年 譬如這些噴油 Sway finish 就是無勇噴油 今年事今日都沒有人用 為什麼當年用得這麼好呢? 是非常好的一些材料 整個系列都是我設計的 不同的名字 但是包裝 這麼有中國風的包裝 反而是荷蘭人設計的 所以我的分工是很小的 我主要做的部門就是電視機組 當年的電視機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這些屏幕的技術 科技還沒有出現 還沒有屏幕 是叫做CRT Cathlete Cathlete 就是中文所說的 顯像管 你們年輕人 你們從來沒有接觸過 你問父母就會看過這些 是這麼大的 是一個玻璃造的顯像管 這個是由二次世界大戰 由軍轉文的一個產品 但是呢 我可以告訴你 雖然是這麼老的科技 但是呢 當年 菲利普 差不多它的盈利的一半 是來自電視機 所以我們的公司是很賺錢 再加上我們的組是超有錢 因為對公司貢獻很大 這個系列就是一個概念的電視機系列 是我設計的 全套我設計的 因為電視機很龐大 所以那個模具的費用很貴 所以我設計了這個系列 由左邊的一個 一個box 一個四方盒 加個面子 就變成右邊這個Hello Kitty的一個概念 下面呢 就可以加個面子 新的面子 就變成一個 相框 因為電視機熄了 沒有東西看的嘛 那麼在下面這個呢 就是一個做的禮品 全部都是加個面子 那就便宜很多了 因為電視機沒有人看後面的嘛 然後呢 你看到這個是我來的 因為公司 有錢給我做Model 沒有錢請Model 請Model 請Model都要錢的 出去找人拍照已經要錢了 不同意加球 找手機拍 不行的 以前沒有的 全部都是找專業的影樓 用菲林 大底菲林拍的 那這個東西 同一個概念呢 就可以加四個輪子 就變成一個打機 因為當年打街機 全部都是平打的 因為出去打街機 都是平打啦 很多都是 所以呢 就拿了一種感覺 那麼右邊這個呢 就是一個 翻打的環保的海綿 那麼 剛剛我說過 我們有物料部啦 那麼我就說 我要用這個材料 去做我的概念 那麼就這個包裝材料 當你拿了出來 打開包裝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電視機 就是一個很大的 contrast 好像石頭一樣 但是其實它是淋的一些風來的 所以呢 這個例子就是告訴大家 環保概念呢 並不新鮮 在菲利普來說 三十幾年前 幾十年前呢 都是會不停說環保 環保在我們的生 在我們的工作裡面 是等於呼吸 是必然的element來的 那麼再加上很多其他的設計 我做很多設計的 我很喜歡做設計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戶外用的電視機 因為我在概念組裡做 和剛才那個法裔加拿大人 Aubrey Gretton 那麼我們就不斷做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那麼這個是一個戶外用的電視機 那麼它就好像一個機械人 可以翻到下面 避開一些草 又不會弄髒 然後打開前面的蓋 來看電視的 那麼 因為我是機械人來的 我很喜歡這些機械的東西 所以 啊 設計這些對於我來說沒有難度的 就是配合的 配合的 配合的 就是一套套裝的遙控器 不同的材料 這個另外一套 就是 要來 都是室外用的 那麼再加上一個半軟硬的包裝 就可以拿出門了 它是collapseable的 然後呢 就打開 再加上一個三房的龜膠的遙控器 啊 這種 就是對於現代工業來說呢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三十幾年前 我已經用這個 一塊皮這樣 是防塵防沙防水的遙控器 好了 那麼這張生活的照片 就重要的 為什麼呢 這個飛碟呢 是 菲利浦的建築物 是一個展覽館來的 那麼這個菲利浦的建築物 現在仍然存在 如果有機會大家去這個 Einhoven這個城市 就可以參觀這個飛碟 設計完那個飛碟呢 就 回香港了 那麼 可以跟大家說說 中間那位是我現在的太太來的 我們在荷蘭認識的 都是香港人 那麼這一個就是菲利浦的總裁 那麼他就 親自出來 就我這個寬送會 那麼說真一句 荷蘭我們那個設計部有二百多人 說真一句 每個月都有人走的啦 哪有空給你一個寬送會 又要出錢 為什麼我會有這麼好的待遇呢 就是第一 就是我是總裁點名要請的一個人 第一 第二 我在荷蘭呢 是經常加班 那麼大家覺得 加班什麼特別呢 香港個個都加班的啦 是吧 做工 但是我告訴你 在荷蘭呢 是沒有人加班的 因為呢 在荷蘭加班呢 是要入籍申請的 你要填方 因為香港預先跟公司說 我要加班 才可以加班 所以呢 公司覺得我是非常之勤力 所以呢 公司對我真是不薄 也都是這個去到下一個夢 就是我香港夢 為什麼呢 我可以延續菲利浦這個這樣的 的恩典 可以說得上 回香港啦 就是不斷努力啦 做事啊 也都是參與很多社會的 就是一些公益的事務啊 這樣 那麼呢 也都拿到 就是最後一個廣督彭定康 彭定康做廣督的時候的 總督設計長啦 工業長啦 那也是 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獎狀 就是剛才說了 就是在行政長官禮賓府那裡 拿的一個 社區服務的獎狀啦 日律上面都有說的 不是亂攀的 就是說 智力向國隊推廣香港的設計 這個是我獲獎的原因 那麼 我是2004年的傑青 當時我們的師兄 就是特首梁振英 是很年輕的啊 真的 不要做特首啊 做特首啊 老得很快的 很辛苦 這個是新的 今年出的一本書 就叫做 《傑青五十年》 我是其中一個故事裡面有包含了五十個傑青的故事 大家可以去這個 不同的書局 書局裡賣 這本書 好 然後呢 剛剛也說了 《傑青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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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做設計而已 沒有生意 沒有飯吃的嘛 是不是 好了 香港的夢就發展了 接著就到 《中國夢》了 中國夢了 好了 大家留意到 照片裡的人 這個人 大家可能 不太認識他 但是 他就是 大家用WeChat的老闆 的始創人 馬化騰 他也是大灣區這三個字的推動者 時間就是在2017年 他就開了一個走會 推廣大灣區 之後有產生大灣人這件事 那我呢 其實在沒有大灣區這三個字之前 因為我是2008年已經去內地 去深圳的 開公司 我做大灣人是早過大灣區出現的 怎麼做大灣人快呢 因為我住在北區 我公司在福田後面一點點 我是每天往返 十二年 每天往返 我是真的做現在香港人所說的大灣區的發展 我落地的地方就是在福田 深南中路設計之都這個園區 是一個私人營運的園區 政府就給了地方 是舊城改造 或者是舊工廠改造出來的 當年的老闆 其實是跟我同僚的 是女人來的 他就說 葉大師來到我們這個園區就可以了 租我這個地方 還給我做一個我自己的招牌 在這個屋頂裡 你要想想 一個設計師 開一個設計公司 可以做一個大招牌 整間房子好像你這樣 有沒有可能在香港 沒有可能 根本就是 但是在內地就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大家都是說 就是大灣區發展的商機的機會 一定要自己去廠 才有機會可以拿到的 裡面的空間 一個洞是我設計的 這樣就很漂亮 但是很可惜 因為他舊廠房改造 那些冷氣 還有三面太陽 夏天太熱了 真的受不了 所以我在那裡兩年 我就受不了 走了 去了我現在 所以許教授說 將來來參觀 就會參觀這裡 就是一個 在龍華區 就是離開福田 只說是五分鐘而已 坐地鐵 很方便 就是 在萬科的一個私人的工作室 這個私人工作室 是我完全我自己去擁有 我自己去 不是建造的 就是裝修 全部我自己搞出來的 又是好像Porsche Design Studio 1.5層這樣 這個都是我自己設計 和找人建的 我將我過去幾十年的作品 全部都拿到那裡 有點像我自己的工作室 我自己的博物館一樣 還有一個交流的演講廳 這一批就是澳洲的大學的老師和學生 這些是香港的大學生 內地的交流 很好的機會 就是我們的中國工業設計的主席 邀請我代表和我們的會 代表香港 參加第一屆2016的世界工業設計大會 在杭州的 你看到 就是國家的級別是真的不同的 那就請了全世界幾十個國家的設計代表 就好像開G20的峰會大港設計 那麼主席也都給面子 邀請我去主持這個其中一個會 就是聽取各個代表的意見 他說你用英文去主持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是非常理所當然 不會有國家之間的一些大小的問題 2018年也是參加了 國家頒了這個Top Design Company 其實公司只有幾個人 但是國家都可以有這樣的空襯 可以頒這個獎給我 就好像國家發金牌一樣 很開心 2019年也有參加煙台山東 這邊就是德國Bosch公司的設計總監 他和我都獲取了最佳設計師的獎項 這個就是剛才所說的深圳環球設計大獎的重要部分 剛才提到的重點就是 他可能是全中國甚至全球獎金最多的比賽 通常參加比賽你都要付出大概三萬元的 才能賣單的 國際比賽 但是這個是他會給你獎金的 那我就參加了第一屆 那我就拿了這個獎 那這個獎呢 就用這個我發明的火山茶具 就拿這個獎 那這個獎呢 這個比賽的總獎金是有100萬 那你覺得100萬也挺好的 但是我還沒說完的 是100萬美金 那就是 只可以說深圳的其中一個偉大的地方就是錢多 那所以呢 他們是做到這個這樣的事 那我就拿了一個小獎 記得錢不告訴你 那我就很開心 那這個是我拿的 我的新發明 就是火山茶具 就拿了一個比賽的獎 那它是可以反轉用的 那就是最新剛剛好 就是今年就拿了這個 美國的妙師Design Award 那就拿了兩個獎 一個就是Platinum Award 另一個就是Self Award 那我們不如現在 看看片段吧 我拍了一個 已經最大了 已經最大了 OK 進去吧 我拍了個人的情況 就算了 我拍了一個 我拍了一個 冰箱 然後 整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混合了很多功能上有关的东西 变成了茶杯不需要洗 很健康、很健康、很健康、疫情更适合 然后我们也融合了现代的艺术、modern art 和中国的传统 你知不知道潮州人是怎样茶? 潮州茶就是功夫茶 他是用了茶盘 然后把茶放在一起,一起喝 这个下面的茶托反转就变成一个茶盘 就可以将中国文化融合现代艺术 可以带出去给全世界 这就是那个意念 那么我快点去讲的设计案例 因为我这么多的产品 很多,每一个产品都是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会讲得快一点 在这里,转过一点 这些都是我设计过的一些客户 主要是欧洲、美国 然后亚洲有韩国、日本、台湾 然后就是香港和内地 比如一些现代化的空气污染 最近也说了全球的空气污染很严重 这个是给儿童用的空气淨化机 这个是腾讯有份投资的一个音响设备 是用腾讯云上面的腾讯音响可以下载 你跟他说想听什么歌 他就会经过车的音响播给你听 这些都是内地的速度很快 快过了所有地方 这个是最早期的 我回来香港帮菲利普设计的耳机 我是设计专家,设计了很多耳机 任天堂的耳机是专于打机用的 包括现在还在卖的Sure的耳机 在机场拍的照片 最贵是差不多五千元 这个是拿了德国资局奖的 给iPhone4年代用的手机学 把手机的软件变成一个立体好玩的东西 做手机学 Altek Lensing 系列的蓝牙音响 这个八角形的主题是我想出来的 接着就一直发展很多不同的模特儿 整个Family 我读金工的 所以帮耶路设计的门锁 什么都有的 我设计的东西很五花八门 刚才说了 主持的短片里说的封筒 是我发明的 最后买了给Videa Sassoon 最后买了给Videa Sassoon 这是一个比赛 概念比赛 这个是航天的三个车 现在很讲环保车 当年我们设计环保车 这个好像海洋的潜艇 三个车的 也就是 幸好在2005年被邀请 政府邀请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展出了半年 英国的一个品牌 就是做单车的 这个就是我们荷兰的产品 荷兰人很喜欢生小朋友 如果每天要做四个小朋友的单车 我就受了这样的inspiration 做了一个crossover设计 就将这个Strader的单车 加了一个 后面有个兜 当年的内地是一鞋政策 那我就已经很advanced 设计了给两鞋用的 的兜 这个兜的车 妈妈去到超市 就可以接起 这个车 因为Strader最强的就是摘摘 摘好之后 就可以当作首推车去购物 进超市 但是我的速度真的不够 国家快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已经三鞋政策了 那我的车就要设计过了 明白吗? 所以大家要灵敏一些 要快一些 要不然跟不上国家的火箭速度 所以这个车要扩大了 重新设计 这些展览 Tesla 非常出名的公司 我帮他 Crossover 做了一个免色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火星的表面 因为火星是曾经有大气层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说 環保地球 都可能变成火星 这样 也都在济南那里 已经是parade 跑过 做宣传 空间设计 空间设计 有些同学走了 那你就跟同学说 就是呢 我也有参与过这个 恒大的项目 那么呢 恒生大学的一个 前币展览囊 大家都有经过过的了 那里面的 就是 exhibition design 就是我设计的 那 那 因为这个环境已经定好了 我只能够按照环境 令到他最有那种 博物馆的感觉 那么呢 也都令到那些 紙幣可以凌空飘起 但是 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需要更换的 这些 紙幣的 那么 就是怎么可以做得到呢 那就 考了很多功夫 在今年完成了 这个项目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了 那么 关于一个 我们的工作 那些就不说了 那么 另外一个就是 在IFC 中环IFC 的一个展览 那么 就因为那个 这个场地是斜的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斜的场地 就设计了两条时光隧道 这个是我一个好朋友的 相展 那么 赞助商呢 是这个Leica 所以用了红黑的 设计 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那么 那么就在深圳 也都有一个机会 就是在书城 深圳羅湖书城外面 里面呢 就有一个 书城里面的 文具铺 那么就设计了一个 深港设计囊 他们要求的 那么就有一个专利的货架 用3000个货架 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店出来 那么这个也是 铝窩五彩神石的五个颜色 那么再加上呢 就像香港那些公屋的感觉 特色的就是它有一个专利的LED 灯在里面发光出来的 所以呢 每一个货架 就是每一个Display Case 都是发光的 那么户外雕塑 也有参与过 原因就是 来自我1993年 为香港货法局设计的一套 时钟 永恒时间系列 就把它放大了 就在两米高 用玻璃纤维做的 就在这个 羅湖书城外面的广场 就将这六个元素 就用玻璃纤维做出来 剪出了三年 很多人去拍照 那是一个景点来的 深圳政府 因为这样 就颁了一个 创意人物奖给我 那就 多谢我将这个现代艺术 带去一个很旧的羅湖区 很枯燥的商业区 后来也是有其他的官员 就将他带去扬州的一些工业园 就做了更大的展览 就是一些雕塑 也邀请我设计了 一些六度 就是单车道上的一些家具 譬如这样的家具 可以休息 全天候的 就可以做家具 所以你看到 如果在那个地方 有这样的家具 就会对环境观 就是艺术感觉 就提升了很多 其他的 譬如工业的产品 在内地 就有机会可以发展多些了 香港就没有机会的 譬如这些路灯 工业仪器 老化机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内容是怎么用的 全部都是 人海走进去这么大的 家具等等 这个就是香港的一个品牌 叫Sinomax 我是他们的设计总监 有两年的时间 他们的儿童座椅 设计 人体工学 人体工学 運动方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客户 就是李宁 我是2006年到2009年 三年 他们的retain a contract 设计总顾问 譬如这一套 2007年 你看看加多久 已经推出了市场 拿了德国IF奖的 背囊 也是在内地第一批 用半软硬的材料做的背囊 李宁的宣传刊物 也有我的确设计理念 还有一些比利时开李宁店铺的客户 对这个产品的赞赏 行李箱 设计真的很多 这个是给很多年轻人很喜欢 戴了一个颈枕上搭长途机 但是通常他们下机的时候 颈枕不知道在哪里 现在就特意设计一个 专用的架 就给他们等整套 就等这个颈枕 碳签的产品 就是内地的第一套 第一代的碳签旅行箱 按摩产品 这个已经是做了很多年 十多年的一个客户 叫生命动力 老板是香港人 由按摩仪器、按摩器、按摩器 就是两节的按摩器 都是我的专利 再用Smart Car的塑胶 塑胶车的概念 变成我们塑胶外壳 可以私人病制 由一个大型的按摩仪 一路去设计出来 最大型的这种 后来也受到Sinomax公司的垂清 邀请我设计 这个国际比赛奖行的产品 我说拿奖不容易 不过我可以试的 虽然你的要求是这样 就由里面的基件开始 我们设计师就做这些东西 产品设计师 将外壳和里面的机器结合 看看是没有冲突 有冲突我们会调整 调整很多面 最后就会 准备将模型1比1 将电脑拖出来 然后拿到感觉 会不会太大 会不会太小 最后就做CMF 这个是我们产品设计 其中我重要的题目 就是Color Material 和Finishing 全部将它生产出来 然后去拼 有8个工程师 就会围绕着我 去帮他们解决他的问题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那个产品是混乱的 跟我的概念完全不同 我就是帮他们解决所有问题 因为我的背景 我的技术的水平是足够 可以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后最后的产品 就按照我的意思 就生产出来 最后就拿了2016年的红点奖 很幸运可以飞去红点现场 就去拿奖 还有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些世界级的评审 Kent Okuyama 和Jimmy Cho 就去红点博物馆 这个也是红点的特色 他有一个永久博物馆 我的按摩椅就是在这里展出一年 要付钱 没有东西不用付钱 还有可以像Einstein那样的师傅 可以拿一张证书 为什么呢? 这张证书不是自己拍的 一定要去红点博物馆 现场领证书 现场排队拍的 这张照片是在网上下载回来的 所以很开心可以拿到这张证书 因为我是初创 也拿了很多做过一个很重要的品牌 和自己的品牌 还有最出名的就是这个计数机 触眼计数机 这里我想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我如何发明这个计数机 这个计数机也是为我带来很多奖 以及为我带来赚到很多钱 因为我买过超过200万架这个计数机 为什么呢? 也是多谢Steve Jobs的 因为他是第一个把电脑变成color colorful的电脑 那么我也同一时间 就已经准备好我的作品 我的产品 他的颜色有五个 我颜色有七个 还比较多 所以买得非常好 所以就叫做赚到一些钱 设计师赚钱是很不容易的 也是刊登了不同的雜誌 书刊、教科书等等 日本、韩国、美国、英国都有 这一套是现在大家可以去香港设计囊 关仔贸法局设计囊 可以看到买到的我的品牌的产品 就是这一套 这一套就是Duck的骨池茶具 另一套就是Swan的天鹅茶具 都是在那里卖的 都卖了很多年了 这个是我的失败作品 有机会就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想知道我的失败作品是什么 虽然是叫做失败 但是对于我来说也是学到很多东西的 设计师冠名设计 就是这两个设计的产品 都会把我的名字 Designed by Alan Yip 都会把我的名字 包括按摩椅 包括儿童家具 这是一个韩国的登据 他就用我的照片放在网站上 endorse这个作品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韩国公司 会找一个中国人 香港人去帮他们做产品代言 有没有听过 为什么呢? 因为1930年就有一家公司叫Pineferina 为什么呢? 之后呢 它设计的所有车 包括法拉里旁边都有一个牌 寫着Designed by Pineferina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推广我们的中国设计 如果没有人知道中国设计是强劲的 李承碑刚才说了 今年多集中在艺术方面 我就是YouTuber 刚才那些都是我YouTuber 我也是BiliBili的 上面有个B站 大家可以上Tresor360 还有这里有条片 我们就有机会 大家可以上去看 不用随时可以看 我拍了很多我的收藏品 我一些朋友的收藏品 放在上面 还有呢 我是车迷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2019年疫情之前 就被法拉里邀请 去法拉里工厂参观 所以我拍了很多车 后来也有很多朋友的超级跑车 给我有机会拍到 那个频道叫AYAutoCurve 最昂貴的车和最古老的车 最古老的车 也是全世界最昂貴的车 这一架就是法拉里的250GTO 最高 据问是值4亿 拍卖价 现在已经值6亿了 这个是新车 叫SF90 我也拍了影片 把所有融合在内地 因为内地看不到Youtube 有Bilibili 就是我的Alan Yip 超派的Bilibili 线上平台说了 今年是35周年 我入行35周年 所以在线上有我的腾讯课堂 有很多不同的 二十多个课堂 大家都可以上的 虽然要给钱 不贵的 可以根据你们的兴趣去学 不同的东西 比如刚才说的 创新物料 生产工艺 和CMF 这些是很多学生 非常缺乏的内容 里面有说到 太空面是怎么发明出来 是怎么应用 Cybertruck 它的材料 和特色在哪里 等等 汽车设计史 法拉里美学 都有 因为我喜欢车 所以这些历史里面 都会在里面讲 世界三大 意大利的设计studio 他们的经典作品 生产工艺 3D打印 手板模型 这些 手板模型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的学生的模型 做得这么漂亮 所以他带了我去荷兰菲利浦 所以对今时今日 都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商标 品牌等等 都有说到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总结就是 中国创新 就是我的梦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留在这里 听到最后的同学 应该 可能会 有你们想问的问题 这是一个机会 很难得的机会 可以和Alan 直接对话 有没有问题 现在在线上都有些朋友 线上的朋友都可以问问题 哇 dollar 你的东西 states 你 谢谢 谢谢 组 awia I mean I'm overwhelmed by the amount of works and success that you have had and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hen what is next which will be your next work and perhaps you have some ideas of some personal research because you had amazing achievement how can I say commission of the works but then I've seen that also your personal research sometimes we're kind of resurfacing in between the major accomplishment as for the commission of the works so perhaps you have some secret research that you are doing by yourself maybe you have something which will happen in the near future which is maybe different from from the commercial work or I'm curious to know if you if you have some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ing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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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much for staying all the way yes it's not an easy job yes well I'm so also very glad that you can read through the pictures yes you can read my mind and I think I think that is a very very tough question because first of all I'm already 57 so not not so far away from retirement age so I've been running around and then did a lot of design work products uh products uh products launch to the market I I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e most happy and uh fulfilling moment achievement was producing my own product that was amazing and also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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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make sure to enforce the design works and can be produced that is already one hurdle and then can sell and make money that is another peak because a lot of designer can dream very few can do and make it success make a successful story make a sellable product is almost like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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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lesser so I think most fulfilling uh experience for me still producing my own product but time has been changed we have a big challeng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lso especially the production capability in China and the creativity the designers from China so I think I face less challenge in the old days the golden period I can produce my own product and then sell and make money and then make a fame out of it but now it's a lot more difficult so I can draw a conclusion to your question that these days as a designer is more need to work with the the uh entrepreneur enterprises otherwise designers capability is not enough to conquer to conquer what I did before I cannot reproduce myself in such a timing because the time has been changed but um with internet because no matter what we are we are locked down for the past two years and then we don't know how long will it take so with the internet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uh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maybe we can break through something but for my area is not only art we have to deliver the product so that is also another barrier because with only internet we cannot make a product out of it we still have to go to the factory and then to make it work so that is up and down so I think for me uh I will open up to my uh the the timeline of my of my of my career and I will open my eye and then seek for opportunity for design and creativity other than that I will explore maybe as I said on the internet youtube all the media things like that and also teach online education is also uh maybe my second career because um except working for a school because working for school and I have to have a retirement age things like that other than that then I can keep teaching yeah especially in China yeah so I hope I can have all my experienc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n uh transfer to the youngster in China so that is my goal and here too okay okay yes I will I will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Alan Alan he gave a very thank you very much an update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actuall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今天可以听到他的分享 但是我们更加期待 他将来有一部分时间 是要投身在一个教育 我们希望 我们系和 Alan Design同学 将来也有机会 可以和Alan 真的学习 教我们的同学如何做设计 产品 好,那我们在这里 多谢Alan今天的演讲 我们大家给点掌声 多谢